好 現在我們就是娛樂 也第一時間我們連線到了嚴謹 嚴謹現在人在上海 嚴謹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嗎 嚴謹 我聽得到 好 妳好 我是梁賀群 我們現場有邵清哥 民雄哥 還有郭曉曉 小郎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因為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 妳的傷勢怎麼樣 現在身體上面 還有沒有哪些不舒服呢 心靈狀態比較差 是 因為我們看到妳的臉書 妳的整個手啊 身上都有一些傷痕 現在傷勢如何 目前已經有驗傷 然後因為拉扯過後 因為當天被推跟被貓 大家有看到就是 我有被抓去撞計程車 然後現在一些傷口 陸陸續續在浮出來 然後昨天 有點就是蠻痛的 試了一些肌肉鬆弛劑 然後 醫生是說如果他要扶出傷口的話 就是陸續拍照純症就可以了 然後 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身體還是很強重的 因為現在媒體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們 也都很擔心 而且大家的狀況 眾說紛紛 有點羅生門的感覺 是不是您可以在這個時候 減速一下大概昨天的一些經過好嗎 我先第一點我要先說明 我雖然有喝酒 但是我沒有喝醉 要不然我不會在 當時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還要拍影片自保 而且第一我上車的時候 這位司機一直 開車的狀態 讓我們很不舒服 然後我的女朋友反映說 她這樣會很想吐 所以我要求她 我就問她說 你是不是故意的 影片上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我問了兩次 結果她大聲的凶我 我才跟她抱起口角 相信大家知道我的脾氣 也是很直來直往 所以 我跟她就起了衝突 那我女朋友因為擔心到 覺得說這個人 對她已經可能會造成一些 人稱姓名上的安危 所以她說 先停 然後我就跟她要求說 請你開到目的地 我才付你錢 所以我請她開到目的地 她不開 於是乎我就開始要報警了 然後她也很兇的 說你可以報啊 然後她就下車 到副駕駛座後方 就是我女朋友坐的那一方 打開車門 那時候我正在錄影 她把我女朋友 整個像丟垃圾一樣 把她甩下地來 嗯 然後我健壯 我也很擔心 接下來就換我了 當時我手機拿著 所以我的角度 本來是正常的角度 後來變成 低角度 是因為我也被摔在地上 然後 之後她又想要就是 因為我的東西還在車上 我跟她講說我要拿東西 因為我當時把錢包拿出來 所以我錢包是丟在車上的 但那時候我講外套 反正那時候我已經不管 我就是要拿東西 然後她不讓我靠近車子 我也沒有踹她 她一直聲稱說 我踹一倍 你的行車記錄器 記錄得這麼的清楚 質問 有踹一倍的任何聲音嗎 沒有 然後 那時候她又想要離開現場 因為我已經報警了 然後 她跟我就是拼命 她就是拉扯我 然後有看到影片就是把我 打我啊 還有把我就是撞車子 這些 我有點委屈 是因為如果今天這個影片 沒有網友公布出來的話 是不是我又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 是 有 還好我們在爆料公司上面 有看到這段影片 有看到畫面 這個也是可以提供給警方做一個佐證 對不對 那當時你說有一位女性有人 她現在也有跟你在一起嗎 她也在 那她還好嗎 她其實被嚇到 其實現在我們兩個 我算比較 在緩和心情 但她現在的狀態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 講到這個我怕她會痛哭 是是是 沒關係 那也請她多休息 她現在又去看精神科 在吃憂鬱症的藥 因為 你們當天其實有聽到 她其實當時她真的是嚇壞了 而且我女朋友家裡環境不錯 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 她當場這樣就是 因為她很瘦弱 她才45公斤 她整個被摔在地上 然後 只能尖叫然後哭喊 對那就情緒難免受到影響 但是有疑惑的是 我們看到這個電視那個新聞 她是被靠在手銬的 對對對 因為今天余天大哥也有講嘛 就是說 有靠手銬 還有收聲這樣的狀況嗎 呃 嚴謹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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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謹 我雖然平時很嗆辣 但是我從來沒有做過 任何違法的事情 然後 第一次被上手銬 當時我有問我可不可以回家 因為 警察到的時候已經是倒地了 那為什麼我們兩個躲在地上 我們是靠警方幫我們攙扶 我們才能站起來 對 那為什麼 我們會被當成現行犯 靠上手銬 好像我們做錯事情一樣 這個 我現在還在跟律師討論 到底是 有執法過當還是有什麼行為 我對於這個法律這種東西我不懂 而且當時深夜我根本無法找到律師 是 然後 只能照他們的步驟 而且 我覺得 如果今天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 對方也應該要受到相同的待遇 對 可是我們兩個 在偷完衣服收聲完畢之後 出來看到他 只是被檢疫的收聲 我女朋友當時就舉手說 請問為什麼他不用脫衣服收聲 對 而且為什麼要到脫衣服收聲這個步驟 對啊 對啊 我很納悶 我女朋友 我因為他 他不是公眾人物 所以 他也不想就是直接這樣正面回應 但是他告訴我 他說 因為我當時我有穿說的聲音在裡面 比較難脫 我是脫到算是做聲音 然後還有小可愛 然後 他們是直接觸摸 肢體上觸摸 伸進去摸 有沒有 檢查有沒有東西 那我女朋友是 被拖到一絲不掛 內衣 內褲全脫掉 然後我女朋友說 為什麼 我要這樣子被收聲 當時女警跟他說 你到地檢署的時候 會更嚴格 我現在對你算是很客氣的 嗯 對嗎 為什麼 對 不是 我們比較疑惑的是說 這個過程是必須要的嗎 是必須的一個過程嗎 這些我不懂 是 我只能 我當下只能配合警方 那因為你有說到就是說 因為你跟他是靠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還一直問你說 是不是需要和解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跟我的律師聊過 他說當時 即使我是跟他扭打 即使我是現刑犯 其實我可以喊重 我可以不用被帶到地檢署去的 他說我是不用上銬的 據說他們還說你是被告 對 因為對方也告我傷害 是 然後 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很關心我 都有跟我說 你不應該被上銬的 因為你可以喊送 而且在當時在做筆錄做完的時候 我有要求說我想回家 但是警方說我不能回家 我是現刑犯 我要被移送 請問 兩名女子被打趴在地上 你是無法走路的 全身都傷很累累 是 為什麼還要接受這樣整天的折腾跟折磨 對 其實這個整個過程 也許可能是不是執法過當 或是不是有爭議 這個我們因為已經進入司法調查了一個程序了 我們被關在一起 在一個房間裡面 對方就坐在我隔壁 你跟我靠在一起 你說男生跟女生關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對 是 總共四個人 其中一個男生我們還問他說你為什麼會進來 他是酒駕 然後 對方跟那位男生有豆漿有麵包可以吃 我跟我女朋友沒有 我女朋友要求了五次要喝水 沒有人給他水 後來我要求有給我水 是 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一個差別 其實今天余天大哥也有說 他好像也有去跟這個分局的分局長 做一個了解 那當然現在已經這個 在這個司法的程序 那我們也希望司法能夠還 我們這個當事人的一個清白 嚴謹 你多休息好不好 多休息 現在先不要想這個事情 多休息 加油 相信大家都會持續的關心你 跟給你加油打氣好嗎 加油 我會加油 我會堅強 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妍謹 那你要多保重 有什麼狀況 隨時跟我們保持聯絡好嗎 妍謹 謝謝 謝謝你接受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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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妍謹可以早日康復 趕快來回到我們工作的崗位上面 至於這個司法的部分 我們就交由司法單位來調查 那也希望趕快能夠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那也希望趕快能夠給當事人一個清白